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漂亮 好開心喔 這一集根本就是為我們兩個設計的 對啊 我也這麼覺得 是不是 我覺得這些型男 心懷不軌 尤其是我們每一次都指定說 便當要吃哪一家 他們不開心 對啊 所以他們用這些零食把我們餵飽 然後他們就不管 我們就可以不管等一下訂哪一家便當 對啊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虐待我們兩個運輪 就是 真的好奇怪 而且你到底是有哪一天是吃得飽的 但是這都不重要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各國零食 是有不同的美味 是 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幫大家觀眾朋友們來吃看看 所以我們就請到了 怎麼吃都不會再變胖了 因為他們現在的體態 就已經是他們的人生最高峰 歡迎我們三位愛吃鬼代表 歡迎 謝謝 那肚子一餓他就生氣 不給他吃好像要他的命 尤其是肚力 歡迎我們聯合國型 歡迎 一天當中除了三餐之外 免不了就是吃零食 來填補嘴纏的時間 今天各國型男 將帶來他們國家最具特色的零嘴 究竟會不會造成一股帶狗的旋風呢 歡迎收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這一集呢 杜立前一陣子回美國的時候 會有不辭辛勞 把他覺得最好吃的零食 全部都搬回來了 我帶了很多 但是被一些人偷吃吃光了 誰 對啊 一些工作員員啊 就是坐在那個電腦前面 戴白身眼鏡的這位美食 還有另一位女生 對啊 我剛是回去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個東西 因為我帶了我叔叔去開車 去找我愛 然後開車八個小時 所以是叔叔吃的 你要拿來送給我 不是,不是叔叔吃 就是喝的好不好 喝的 因為我就開車 然後我就開始累了 然後叔叔說你累了 你就喝一瓶這個 然後他說到底是什麼 然後一打開 喝 然後他說這個到底是什麼 是類似Rap 他說沒有,這個是不一樣 這是美國最流行的飲料 然後想說 因為最近那個小梁哥生小孩 對不對 然後他本來體力不是很好 你看他們結婚那麼久 才第一個小孩出來 對不對 想說如果我把他買一瓶這個 你有問過大嫂的意見嗎 對 你現在跟他講第二胎 他會給你兩巴掌 是嗎 是 好,的話你們下次就送 雙包台好不好 對 所以一樣要送給你這個 現在在美國很紅的飲料 對不對 對 謝謝 而且請飲料嗎 對 謝謝 可以補充你的體力 這個就是美國的 明天開車 怕你把你傳邊邊 沒錯 這個牌子在美國也是 輾出很多機械運動的那種 真的 真的,現在很紅 什麼 怎麼樣啦 為什麼人家是 打從心裡面 你剛剛是半套而已 對啊 我只是演給他們爽而已 不是 這就是一個運動飲料 那種的味道 對 我個人滿喜歡吃泡芙的耶 但是一般市面上的泡芙 它是那種膚色的外皮有沒有 然後裡面只換內餡而已 對 然後我就是有一次 就是在便利商店 而且只有數字便利商店有賣 然後它是這種 它是巧克力的外表 然後再加巧克力的內餡這樣子 所以整顆都是巧克力 所以它喜歡特農的 巧克力最好吃 巧克力滿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你看起來有點可怕 你知道我為了它有一次半夜 我超想吃它 因為它其他地方沒有賣 只有那間便利商店有賣 可是那間便利商店 到處路上都有啊 對,可是你家附近 可能只有一間或兩間 但那時候就是那兩間都沒有了 然後你有...你知道你有時候引來了 你就會想要開車 你死都要買到它 就害死人才會這樣啊 真的 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害死 我沒有 就是贏啊 你會很想要吃啊 就是你還特別開車去找它 裡面超少的 你真的很小氣耶 我哪一個 西南人都沒得吃了 這一家的泡芙 其實現在也紅到美國去啦 真的嗎 因為之前在YouTube有個 一個美國人他講說 哇,那個世界各國零食 最好吃的推薦裡面包 包瓜了這個泡芙 他推薦草莓口味的對不對 對,我想要問一下 這個 有什麼特別呢 沒有 因為在台灣 台灣其他的這樣的餅乾 外表都不會是巧克力 對,而且 裡面才會有巧克力 而且在其他地方 就是在其他國家買的話 它是一整顆的那種 然後直接現場灌鮮奶油進去 那個比較好吃啊 對,可是你沒有辦法隨時買到那種東西 然後你想要吃的時候 你很爽脆 然後你就可以吃這個 而且這個泡芙 也是從小吃到大會吃的泡芙 對 方便啦 因為就是 手不會那個比較乾淨 有時候就是日本的 像這種的泡芙 就是太軟 就是吃的時候就是巧克力在裡面 它是脆脆的耶 對,而且杜莉不會不小心搖到自己的手 所以好 沒有,就是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就是一直看他想說 這個是不是很像我的頭 以前要戴手套哦 你的頭比較亮 其實我滿喜歡吃巧克力 可是我喜歡的巧克力在台灣 比較難找到的 就是我喜歡那種的 他們會包水果 那水果 水果在裡面嘛 然後外面都是那個巧克力 就像我們現在畫面上這個 對 他們會包葡萄 這麼特別你有帶來嗎 剛裡面是葡萄 沒有咧 來介紹給你看啊 給我看了 這個 因為更好 這個非常好吃 而且這個葡萄裡面沒有吃 所以你可以全部吃的 沒有,這個比較是 像我們自己在家裡可以做的 也可以做 然後外面 因為在巴西也很多地方賣得到 那譬如說我青年一月 更好會去巴西嘛 那媽媽知道我喜歡吃這種巧克力 我做很多都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這個在台灣找不到 有,那你既知道吧 就是由那邊隨便拿那個水果 然後就是那個 那個很麻煩 那個很麻煩 沒有,其實今天為了介紹大家零食 你看我們前面這個台子 總共有九個杯子 九個杯子裡面代表 都是各國不同樣的零食 然後我們以大家好吃的程度 推薦的好不好 來決定我們吃的先後順序 因為每個人都會對自己帶來的零食 寫一句話對不對 好的,請亮板,歡迎 來,肚立的是 不能只吃一口 夢多是一吃就想起天上的爺爺跟奶奶 巴比歐是又好吃又好玩 好玩者吃什麼 吃零食 對,你六月還要辣 辣很辣 一排最好笑 跟小廖哥一樣老耶 真的 好想吃 好好吃喔 還真老 效果好 而且是法比歐說的喔 是法比歐說的 來,那個菲丹尼是 亞馬遜最野 最原始的口味 哇 那排結是比肚立還好吃的巧克力 那很容易啊 很難很難 我現在就是要介紹一個 在我自己覺得在美國很好吃的零食 因為我小時候 就是擠了可能三四歲五歲 媽媽就會給你十塊這樣 你吃那喝一杯牛奶 然後到了八歲 媽媽可能會給你二十塊這個東西 那你吃那喝一瓶可樂 那我現在長大對不對 我可以吃這個也可以配酒 所以相信劉悅姐也會很喜歡這個 就是說到現在就是一整包 然後配一瓶啤酒 對,就是這個感覺 因為你就是開始吃 你就是聽不下來的那一種東西 對,而且是起司口味的喔 好病耶 對 我現在吃這個我會想到我小時候 好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吃 杜力帶來的零食 Yeah 比歐,你覺得怎麼樣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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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也覺得這個 筋靈摘 口味沒有什麼 它有酸酸點 對啊 不好意思 真的,真的還好耶 對,真的 你來介紹什麼東西的好吃 你跟我說 一開始有脆脆的感覺 我知道,蛤 好吃 它會不會是吃一種 是吃一種童年的味道 小時候的肌肉 小時候的感覺 因為杜力的心智就停留在那個時候 對 但如果要給小朋友吃的話 起司味道也不能太重 也不能太鹹 對,它這個也酸酸的 沒有泡起司的感覺 你看,你們都說還好 但是你看你們,你們吃了幾個 你看,我就說不能吃一口啊 就是不能停下來 我覺得他們還是炸脆的耶 因為你那個酸味 你酸味越嚼 我覺得應該要介紹杜力吃什麼 蝦味鮮 對 對 蝦味鮮 台灣很有名的 我們小時候吃到大的一個餅乾 不好意思 杜力痛風不能吃 還有一個浪味鮮 浪味鮮也可以 對啊 還有那個什麼孔雀 第二排有覺得好吃的嗎 還好 對啊 這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我想要挑筋靈摘 因為他說比我還要辣 雖然很簡單 但我想要吃吃看 我想跟你們介紹這個 韓國的餅乾 只有看得懂一個字 就第一個字 心 就代表辣的意思 對,紅色心 我剛剛吃的那個 杜力的餅乾 感覺沒有味道 而且那個 吃完之後 吃完之後我的 他不介紹自己的喔 他先把人家一槍喔 對,對,對 我現在就要吃看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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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死 我去死 你 那我去死 我去死 我去死 你 我來看